一個紅馬 你是沒有產出的人 你已經在耍廢了 現在我要產出了 你就給我一邊去 來 去 去啊 紅馬人 你是沒有產出的人 你現在已經在耍廢了 現在我要產出了 你先給我一邊去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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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神秘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這個 螢幕上的角色是什麼 想必各位都有看到啊 瘋之秘密啊 我的那個破瘋死者 竟然又 惡度的回來我的這個螢幕上啦 因為再見系列 已經可以變成我實況 還有這個YouTube的梗啦 他們覺得說我一直換這個本尊 所以 他們覺得說 欸我這個虎影到底什麼時候要換掉 之類的跟 那既然有 再見系列 那就一定會有 回來系列嘛 回來吧 破瘋死者 這部片的標題 搞不好我就取這個 那也不好說 好啦 那 嘖 其實這個破瘋死者 有看我YouTube的都知道 我是把他賣給其他人的嘛 對不對 那一開始呢 我是賣給一個男的 然後因為這個男的工作太忙 他基本上賬號都是給他女朋友在玩 到後來呢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協調的 好但大部分都是他女朋友在玩的 那今天 我要來 幫他們 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幫他們 改名啊 好不好 角色跟名券 那為什麼會 這麼突然要幫他改名呢 就是 因為我把這個賬號轉交給他的時候 應該是 半年前了吧 有點忘記我什麼時候賣給他的 那個看一下YouTube應該都知道了 那 我在賬號轉交給他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欸你記得要改名喔 不然可能會有一些人 誤以為是我 後來呢 他是跟我講說 好 那我等黃金蘋果出角色跟名券的時候 那我再改好不好 但是就等到今天 這個 角色跟名券終於出了 然後我就提醒他一下說 欸 欸跟名券出了 你記得改一下喔 不然我怕會有一些誤會之類的 然後後來我發現呢 這個 買賬號的人 他也是蠻調皮的 他是什麼調皮呢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說 其實有一些人 他有截圖給我看 說 其實瘋之秘密 他有抽到角色跟名卡 給你們看一下 我是蠻推薦他直接用買的啦 我不知道他竟然會想要用自己用抽的 我不知道他抽了多少 不然我們來問他一下好了 呃 好歐 好吧 竟然是個臭歐洲人 那也沒辦法 反正他抽到跟名卡之後呢 他就有在這個 廣播屏 廣一些蠻好笑的東西的喔 給你們看一下 他竟然說 再見了 風之秘密 再也不會有人誤會 我是神秘密了 好吧 這個 竟然偷用我的梗 很好這個 雖然說 這件事情 他廣了這個廣 我以為他已經改好名了 但實際上 我今天在路上遇到他 我才看到說 欸 啊為什麼你還沒有改名 然後我就去密他的line說 欸你不是說你已經要改的嗎 為什麼還沒改 他說他想不到ID是什麼 OK 這個算是 每個人都會有遇到的狀況了 然後我就 我就說 那你可以 想好之後 我來幫你改嗎 我來 幫你這個 慶祝一下這個 破風使者改名 他說OK 然後他也想好ID了 所以我今天 就來幫他改個名 那大家還記得 我在買這個破風使者的時候 ID在哪裡改的嗎 在這個耶雷佛大廳上面改的啊 那現在我要來幫他改名了 我一樣去耶雷佛大廳幫他改 進行一個這個ID的交替 怎麼說 也是很有疑似的感覺啊 好啦 那我們馬上出發耶雷佛 好啦 來到耶雷佛啦 那 我剛剛才發現一件事情喔 我發現 他轉 女角了耶 我真的是拍到現在我才發現 原來他轉成女角了喔 因為大家還記得 我的那個破風使者是 男生角色嘛 可能是我有點遲緩啊 我現在發現說 他竟然轉成女角了 那這個選擇的話 這也是可以啊 反正他自己的帳號嘛 好那我們馬上來改個名 他跟我說他要改的ID叫做 妹妹醬 就是這個日文那個 妹妹的意思啊 好不好 那他也是很OK啊 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怎麼打 來看一下我這個 國文的實力怎麼樣 我找一下LINE喔 我看一下他的E是哪個E 好那我們來改一下 因為好像聽 他是跟我說 不能複製 欸對欸真的不能複製欸 那我只能 一個一個字打呢 好 那我就來展現我的國文技巧 E 他這個E齁 是左邊一個口 右邊一個E 右邊一個E 右邊一個那個E賀忍者那個E 好不好我來看一下 E 喔 這個吧 應該是這個吧 E 墨 墨是這個 這個墨吧 對我現在正在看 應該是沒有錯啦 豆是 豆應該是這個豆吧 豆 上面一個草字頭 下面一個豆 醬 好不好 醬 這樣子應該是沒錯的好不好 希望沒有人取啊 因為畢竟就是這個 他取得非常久 所以希望不要有人取 那 以後呢這個帳號 基本上 應該都是 我賣給那個女朋友在玩啊 因為我看那個男生 好像真的太忙了 好我們馬上來按按看 到底能不能變更喔 跟他確定一下這個ID 好 那我跟他確認一下說 OK 沒有任何錯字 那我們來忙 來變更 來 您要變 變 變更 風之秘密 妹妹 講 到嗎 啊 我要到了 我要到了 到 喔 他要按這個是 之前才改過 我又忘記了 N NT NN 來 為了變更角色的名字 移動到角色選擇介面 再次登入後 可用變更過的名字進行遊戲 OK 哎呀 嘖 我這一生 玩風之谷 竟然改了 這麼多次的ID 那我也是 牛逼啊 真的 好啦 妹妹 醬 很好 我們已經改好了 現在是一個 妹子ID 現在我搖身一變 變成一個妹子 好啦現在是我們這個 偷偷看 裝備環節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破風使者的技能 還是依舊的這麼華麗啊 好不好 小雞加這個小球 好久不見了 好久沒用了 那現在的話 破風使者好像現在用-CD比較強喔 因為聽說好像有一些有 那個球會進行更動啊 就是我剛用的那個綠色的球 好像 他會變慢的樣子 所以現在破風使者應該-CD會挺強的 我看他好像沒買什麼裝備耶 我來看一下 這是我的書嘛 然後烏龜戒指 規範 喔這個好像是之前 我有問 我有看過 頂趴明的頂戒 然後還有個頂趴明的頂鍊 可是我覺得他的買裝速度 這一個 就是我的夢妖 他終於變成頂妖了 哈哈哈哈 好懷念喔這個 奇怪耶 這個東西就是 我跟腰帶的這個 淵源 你知道嗎 大家知道我被鎖的也是因為腰帶被鎖 這個夢妖也讓我等得快足足一年 可以 好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嘖 喔這個 恐龍是我的啦 啊我有看到這個 眼罩 這個眼罩他竟然是買六排裝耶 竟然他會買這種 還說這個是我的 我記得這個不是我的 對 那這應該是他自己買的 只是我在想啊 他有要用到全身很頂嗎 只是我看到他的裝備其實用的有點 有點慢就是了 那剩下的話 這個女武神之星 好像 之前有看過 後來他好像沒買什麼東西耶 這個三五是我的 好吧 那 反正每個人有每個人玩遊戲的那個 進度嘛 那我這邊就 偷偷看一下 不過我還是跟他說一下 破風時的現在好像買減CD 會還挺 好像挺不錯的喔 這個可以跟他說一下 好啦那我今天這個 回來吧 破風時者 的影片差不多 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我這邊其實也 丟一個問題給 各位啊 就是 大家知道嗎 我之前有賣過一個煉獄巫師 但是 我真的很想要去聯絡到那個 煉獄巫師到底現在在誰的手上 你知道嗎 如果說 現在煉獄巫師的那個帳號持有人 如果說 有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希望可以聯絡我一下啊 我會非常的 感謝你 因為我現在真的找不到 那隻煉獄巫師到底在誰的手上 好啦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 拜拜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 先按讚